提起德云社,就不得不说一下岳云鹏、孙岳两人,作为搭档,他们默契十足,2015年,两人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相声我忍不了,观众反响热烈,两人迅速走红。 孙岳虽然是一名捧根,但他有着扎实的基本功和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,加上独具特色的体型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是一名优秀的德云社相声演员。 然而,谁也没想到,作为相声演员的孙岳,在进入德云社之前,竟然在北京的一家动物园工作过,更离谱的是,他竟然喂了十年的大象。 1999年,孙岳从北京园林学校毕业后,被分配到了北京动物园饲养大象,孙岳很喜欢这个有编制且稳定的工作,在那里他生活得十分滋润,不知道大象有没有被他喂胖。 反正孙岳是胖了不少,据他自己说,他的体重从200斤上长到了260斤。 这件事也成了搭档岳云鹏说相声的包袱,总是在节目上调侃孙岳偷吃饲料了,看到孙岳的体型,观众们总是被逗得捧腹大笑。 很多观众都知道,孙岳是从小就开始学说相声,然而长大之后,为何选择去养大象了呢? 在一次节目中,孙岳向大家透露,自己的父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伺候人不如伺候动物去,想想好像确实是这样,于是孙岳听了父亲的话,毕业就进了动物园。 孙岳表示自己很喜欢动物,这些动物十分有灵性,他说,当时自己养大象养到什么程度,就是只要一进园区,大象就会知道是谁来了,动物最能够知道谁对他好。 大象离世后,孙岳接到了德云社的邀请,正式成为了一名相声演员,在相声界混的风生水起,网友感叹,360行,行行出状元。 二十 Chat 感谢观看